疫情升温 消防队员疲于奔命 累倒瘫在地上 一名消防员在脸书透露 某分队再送确诊病患就医 先跑到联合医院仁岸院区 无法收治后 接着到长庚虽然可以收治 但已经没有负压病床 而且需扣着救护车至少12小时 陆续跑了多家医院 病患依旧被拒收 经过协调 终于由星光医院收治 跑了8间医院 119逛大街 绕了一大圈 也只是记者会上一个确诊数字而已 不满的说明明资源 病床术 调度指挥上好像都OK 事实上都不是账面讲的那样无奈问说 所以到底要我们怎样 我们会要求救护车这几天就不要送病人去 让他慢慢的把这些病人消化掉 医疗量能紧绷 北市联谊人爱院区确诊重症爆料 过去一周最严重时 14名病人在急诊带床 无法住院 工会剖文 呼吁政府别再置之不理 同时也为第一线同仁教区 许多的护理师是在没有接受过足够的急重症 足够的就是呼吸衰竭的病人 照顾经验下就被推上战场 那这对于医护人员来说 当然是非常非常大的精神压力 为了登加收治量能 指挥中心要求专责病房 需占急性一般病房总床数的十分之一 若无法达标将撤销医学中心资格 究竟送医造成重灾区病房爆满 指挥中心也规划新的转诊流程 需要养气的病人 我们会先急救责任医院的 专责病房去收治 那么如果都满的时候 那第二轮外县市的急救责任医院来收治 再回到这个北区的重度级的急救责任医院 说要让中南部和台北医学中心 建立绿色通道 北病难送 但就怕病毒也跟着蔓延传播 协谈区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北区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